耿建军有枪 梁长柜喜欢文武 戴青 戴安格 四个人穿一枪 文武抢一案之后 耿建军的出手 突然地扩瘦起来 耿建军的报复 很值得回头 孙主任 请你打个议会 接受我们的解决 按照规定 除了机果处分之外 还要关禁闭 至少一周 至于 就这么点小事 就关我禁闭 凭什么呀 这谁家的小宝贝啊 长得还蛮可爱的嘛 她妈咪就是陆小人 喂 桃桃在你那儿吗 啊 没有啊 我刚到贺阳的时候 才厅长安排我 排查公安内部 看来 现在该是 彻底排查了手了 我两天都没有 见到你了 我 我 我很想你 我还有案子 再见 你把我放开 你把我放开 你为什么要抓我 你为什么要把我放开 抓你 抓你 抓你是为了弄几个钱花吧 大哥 我没有钱 我就是个医院老师 没钱 你们快已经抓错人了 大哥 我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 你 我求你 你把我放了吗 兄弟 送我的身 看看有多少钱 出入美容院 名牌包 名牌衣服 我怎么觉得你不太老实呢 本来我们是不想杀你的 大哥 现在杀 大哥我求你 我求你别杀我 哎呀 不杀你 那是不可能的 嗯 没有钱 那可怎么办呢 大哥 可惜呀 你这小脸蛋 啊 大哥 大哥 我 我有钱 朋友 干什么呢 你 你 你 公公公公司老板 她叫什么名字 梁掌棍 他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担保的 他担保什么的呀 公司老板 那咱就让他给拿三千万 让弟兄们画画 啊 大哥 大哥他没有三千万 他没有那么多钱 玩我们是吗 他一个老板能没钱吗 家里又没有古董了 随便拿个古董换你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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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脆我呀 杀了你了 我求你了 大哥 我真的没有骗你 他真的没有什么 知情的古董 我求求你 求你别杀我 好好好 知道你没钱是吧 那梁灯柜有钱啊 走 咱去把梁灯柜去 他肯定有钱 走 咱们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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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别绑他 你们绑了我 就等于绑了他 大哥 我帮你了他 电话 你给他打电话 几十万他还是会给你们的 我保证 我保证不会保证 大哥 我求求你了 不要绑他 闭嘴 梁灯柜吗 你的女人在我们手里 你们想怎么样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让你给拿子一百万 让我们弟兄哗哗 我要跟他统话 你不信 闭嘴 闭嘴 救我 救我 闭嘴 梁灯柜 梁灯柜 你听到了吧 这可是你女人的声音 对 现在就要 马上 闭嘴 看着你今天配合很不错 今天就饶你一命 记住 不服报警 你不只真的报警 你的死期 也就不远了 大哥 我不报警 我保证不报警 坐着 别动啊 一个脚趾之后 自己走 如果敢动头上的口筋的话 小心我 随时找到 我不动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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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事情全报好了 怎么样 他没背叛你 能肯定 大哥 你只管放心 蓝姐绝对不会背叛你 有你可不知道 他对你绝对是死心塌地 我们一说放了他 马上过来绑你 这家伙那急的 我求求你了 别绑他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会是谁呢 大哥 会不会是赵海涛死前 把消息透露给家里人 您不是说有个神秘人 想要赵海涛那份钱吗 不管是谁 他要的是钱 不过是我们的命 剑军 你回去吧 你不回家吗 我还有家呢 你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去见陆小柔 想去跟陆小柔约会 我想见谁跟你没关系 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离婚 我们还没有正式离婚呢 在我没有签字之前 你不许见陆小柔 明天方亮会找你调查 希望你配合一下我 明天晚上的眼神 明天晚上的路上 明天就会做出灯 的是梦想要丢了 明天晚上的灯瘤 明天就会作出灯 没有 别怕别怕啊 有我呢 你把钱给他们了 都解决了 梁哥 你对我真好 别怕别怕 贝哥 他们是要整你 想让你死 想让你家破人亡 我知道 可是我不能告诉你啊 昨天晚上 我也接到了梦桐的电话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你私吞了一百万 他说你是贺阳贩毒集团 还说你是贺阳贩毒集团 真正的优大 喂 我都听 ingredients 真正的优大 好 Aunt net 呢 有跑呀 阿玄 快點頭 濤濤你喝點牛奶吧 我不喝牛奶我只喝豆漿 濤濤你喝點吧聽話吧 你們是壞人我媽媽是警察 我媽媽回來抓你們的 你最新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你跑 让你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你跑 你 让你跑 你 让我跑 跑 跑 别动 撞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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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欣 晚上到白天后度假送玩的 走 对 晚上 嗯 走 谢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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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就要不要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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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他 你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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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人 芭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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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搞的 打你手机一支关机呀 姐 我也没什么事 就是心里特别乱 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知道吗 昨天高云飞到过我家 陆小柔的女儿失踪了 我带她去你们家调查的 姐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没关系 那有什么对不 你是说 高云飞她怀疑我 对 在高云飞的眼里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嫌疑犯 你看 姐 你那么忙 我昨天又 这太好笑了 你说你这边吧 我还急意地劝你好好跟她过日子 紧让别离婚 可在她眼里 我倒成了犯罪嫌疑人了 对不起啊 姐 行了 行了 我就是为你好 她这种人 不堪 离就离了吧 姐同意 她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 所以 你要搬走 我收拾东西给我妈妈去 见不见 心不烦 你呀 你是想把这套房子留给高云飞 你这样 可太便宜她了啊 我的傻妹妹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 正是她所希望的 我敢向你保证 你前脚走 她后脚 就一定会陆小柔到家里来住 你信吗 你愿意看到这样的事吗 你爱她呀 都爱傻了 听姐的 别哭 你必须让高云飞 静身出户 静身出户 你 进来 天菊 来来来 坐坐 天菊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向您汇报 你说 我发现 我们几次侦破工作 都有人为的干扰和破坏 你的意思是 没错 我怀疑有内鬼 这可不是小事啊 你有什么根据吗 邓辉案件发生 高云飞被隔离调查 我们刚刚搬到别墅的时候 就遭到了邓辉的袭击 而且那个邓辉 还被另一个神秘人开枪打死 你说 邓辉怎么会知道 我们新搬的地点 还有那个神秘人 怎么掌握我们 和邓辉的行踪的 另外 高云飞去新安庄王楚 这个行动 又是谁泄露的 那你现在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 怀疑对象呢 目前还没有 但是我认为 只要参与行动的人 都有心 你的感觉很好 但是 我只同意 你们督察部门 独立地秘密调查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 牵制的部门太多 因为 这个我如果抢劫杀人案 正处在关键时刻 不要搞得人心惶惶 遇到什么问题和障碍 直接跟我说 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派高云飞 来协助你们好吗 好 不是要美兰 不是耿建军 难道是文夫 还是赵海涛不要我 领有其人呢 大哥 都安排好了 给君哥准备好了住处 安排好了一个月的食物 怕他无聊给弄了台电脑 您就放心吧 想得很周到 兄弟之间就应该这样 不 这是三十万 交给他 大哥 给他钱干吗 他不出门用不着钱 跑路用的 也让他安安心心待一个月 甚至更久 被高云飞盯上的人哪 不死也得脱丧皮 大哥 他有了钱又得去找女人 他的性格您还不了解吗 要像大哥您这么低调 这警察能找得到他吗 我看 干脆做了就算了 日子 那些人 小伙子 今天想 干脆炉 热吧 暂地人 他一直没回家 但是他媳妇怀孕了 我想啊 我就不信他不回家 所以派人 对他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控 你这个队长要亲自上针 身先士足才能带好队伍 是 派人保护李小慧 他现在怀着王楚的孩子 我答应过王楚 师哥 王楚 还没有消息是吧 王楚现在有生命危险 我很后悔 当初放了他 我最近一直在写啊 究竟是什么人 让王楚背叛了你 而且到底是什么人在对付你 还有 这些人跟文武抢家案 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那样子 如果耿建军有下落 先不要动他 如果他和文武抢家案有关 以他的能力 一定有人在背后指挥他 所以 跟踪他 控制他 看看他背后 到底是什么人 明白 我 我的离婚协议书呢 师傅 我上回交给你了 您忘了 我 你 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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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缀的家人 莫文凤 估计她家现在有警察盾手 一定要想办法跟进她 音乐 放队 帮我衣服给你穿了吧 我不冷 晓叶同志来了 去 记得请我喝酒啊 你怎么来了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啊 耿建军一直没回家 你怎么又没穿防弹背心啊 你不知道耿建军身上有枪吗 太小瞧我了 从我半夜那天起 就从来没穿过这东西 穿上 你以后注意点啊 大冬天的多穿点衣服 万一感冒发烧了 以后还怎么工作啊 熟的 谢谢啊 回去吧 刚热好的 趁热喝 谢谢 注意安全啊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不同于我透露 还是打不通吗 打了一晚上都打不通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打不通正好 今晚我哪也不去 不行 别去打听打听 我们开始吧 这里不是公安局 也不是你读查办公室 我习惯了 对不起 有事吗 冠云飞 你和邱萍是真的要离婚吗 离婚还有假的吗 我习惯了 有一句话 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其耳恭听 其实我能看出来 旧平真的很爱你 她是一个 可以为你放弃一切的女人 她其实 并不是真的想要和你离婚 她是想 方亮让你来的 你是督察 我的家庭生活 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 高云飞 这段时间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太多了 文物抢尽案 也到了关键时刻 在这个时候 你后院着火 你担心我失去理智 放心吧 我还没那么幼稚 可是有个稳定的家庭 更利于你的工作 那你为什么离婚 我们今天谈的是 是你的问题 你必须回答 她不想让我当检察 只想让我 阿新做一个嫌弃良母 你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丘萍之所以拖我的枪 就是不想让我当警察 她不想守火果 失去丘萍 会是你这生最大的遗憾 失去你 才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如果当初不是 我说了 不要谈以前的事情 我不想谈以前的事情 我只问你一句 我只问你一句 当初你是因为爱 而嫁给你的前夫的吗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想回答这种问题 你不回答就等于 给了我答案 不行 我和丘萍离婚 你也应该知道 真正的答案 两位请慢用 师母 快把这拿回去吧 你说这日子过得好好的 闹什么离婚呢 你不知道 我师父最近啊 在他身上发生过好多离奇的事件 再加上这个文物抢劫案 压得他确实喘不过气 如果要是因为这个 他得罪了你 我给你道歉 师父 我也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 在这家里忙前忙后忙所忙又的 也很不容易 这样 等这案子结束之后 我就跟田区长说 让他放我师父一长假 让他陪你好好玩 行不行 亮子 你也不是外人 我实话跟你说了 我偷看了高云飞的日记 他在日记上写了一段 他跟陆小柔关系暧昧的文字 我今年发现他特别爱往沈澎好 以搞案子的名义 每次都要住一个晚上到两个晚上 起初我也没有怀疑沈澎 可是我最近听说陆小柔离婚了 而且离婚一年多了 你说我能不怀疑吗 他 他竟然又追到贺阳来 一住还不走了 整天把高云飞弄得魂不守舍的 师母 你说这日子能过吗还 师母 人家陆小柔是个督察 人家去是为了督察案子 我师父去省城的是为了汇报和工作 能一样吗 师母 师父 如果是这个问题啊 真得跟你好好说 咱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 钻一个咬尖 在这个问题上钻一个咬尖 那就是心里有问题 要是心里有问题 我就得令你去看心理医生 我心里有问题 你知道吗 高云飞都要跟我离婚了 他离婚协议书上都签了字的 我们现在只剩下去到民众一般手续了 你知道吗 方亮 师母 这我师父提出来的 我不相信 对 这是我提出来的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受火寡的日子 一个女人每天过着这样的日子 你觉得她像人过着生活吗 这是 我每天一个人我 我这种感觉你能理解吗 我去 喝点水 喝点水 小小小 去 起 师母 你既然选择了一个刑警 当你的丈夫 你必须要承受 她把家庭当旅馆 你就得习惯 她突然地消失 没日没夜地在外边 不光我师父这样 你看田局长也这样 大安队里好多人都这样 你看看我 三十多岁了 到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这为什么呀 你还记得你给我找那女朋友吗 她父亲住院 就是因为我没有去 第二天就跟我分手了 我们天天都这样 有的人还不说我们好的 还是在骂我们 说我们抢劫案办不好 天天白痴他们的俸禄 你说我们容易吗 你不想让她再当警察 那你想让她干什么 我想让她平平安安的跟我过日子 师母 你跟我都太了解高云菲了 你不让她当刑警 给抖腻要了她的命 你知道吗 你不让她 娘子 请你转告高云菲 让她有时间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我们去民众局 把手续办了 一切 我是有一个人 这么高云菲 珍說 陈泉 兄弟 听说你禁闭被解除了 我约了美兰给你接风洗身 梁哥嘞 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咱就不接风了好吗 行 就单给你去去晦气 几天没见你 美兰急坏了 你们不知道 我这小鹰狗里翻船倒霉死了 我订了酒店的包房 我想这几天你没有吃好 你压也轻 靠了靠了你 算了算了 我也没什么心情 再说了 刚关完禁闭出来也不好 我那子 我看来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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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崔哥 你都憔悴了 好几天联系不上你 我着急死了 后来我找市局的朋友打听 才知道你因为那一点小事 被关禁闭啊 那件事确实是我马虎 本来批拼叫一两句也就可以过去了 没想到他们动了真格 还关了我禁闭 小提大作 我在局机关干了这么多年 这回算是栽了 气死我了 谁把你关起来的 就是找你们麻烦那个陆小柔 是省厅督查总队的副总队长 一个铁面无私的女人 还是个女的 她凭什么抓你啊 那么多警察她不抓 再说了 违规的肯定不只你一个 我看 她就是故意和你过不去 谁说不是呢 最近局里出了那么多大事 我忙前忙后 忙里忙外 都忙不过来 她拽着我不放 而且还关我们禁闭 不过 也关那些举报的群众 眼睛一天就知道盯着我们警察 一点也不体谅我们警察办案的辛苦 来来来 小小姐 小小姐啊 你坐下坐下 来小哥我敬你一杯 来 小哥 敬你一杯 多亏有你们这些朋友啊 来 来 小姐 这几天老警察来找我 是不是还追着 那个揪着耿剑军打人的事不放 那倒不会 你的那事就算过去了 我不是已经替你摆平了吗 你知道最近最揍落的是谁啊 谁啊 现在最揍落的是她高云飞 高云飞怎么了 我跟你讲 文物抢劫杀人案的枪 好不容易有了下落 一切都安排好了 你猜怎么着 人不见了 她的举报人啊 那个王楚 还失踪了 她不踪了谁说了 督察整天追着她不放 来来来来 咱不说那些不高兴的事好不好 对来来来 来 没了 好好陪你翠哥喝几杯 好好好 来来来来 翠哥 来好 干杯翠哥 事情总算过去了 咱不说了 好 翠哥 你知道吗 我最佩服的就是你这样的男人 拿得起放得下 真的假的 真的 他是真的佩服你啊 对对对 你看 来 翠哥 每天呢 就是说 翠哥这个怎么好 那个怎么好 这个怎么靠得住啊 行了行了 真是 一说你就上劲 来 来 翠哥 进来 进展得怎么样了 天局 这是我们初步调查的资料 我们已经排除了方亮等几个人的嫌疑 我们已经排除了方亮等几个人的嫌疑 目前只有崔显达的嫌疑最大 不排除意外泄露的可能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崔显达的嫌疑最大 崔显达的嫌疑最大 是 崔显达的嫌疑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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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悔風雨漸塵 每一次出發 都是艱苦的追蹤 每一次相逢 都是最初的感動 走過坎坷跨越迷夢 有夢難圓夢 正義在手撐住在胸 有情難盡情 只把一槍斥撐 看得比天高 只把一分責任 看得比山中 有夢難圓夢 有情難盡情 有苦不說苦 有痛不說痛 有苦不說苦 有痛不說痛 只把一槍斥撐 看得比天高 只把一分責任 看得比山中 只把一分責任 看得比山中 多遠不說苦 不疑 我感到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